彰化旅游新秘境方怨湿地红树林海空步道 9月初正式开放 也成了这次中秋廉假旅游热门景点 每天都吸引将近5000人到访 挤爆了海空步道 尤其每到夕阳西下的时候 游客似乎就忘记要维持社交距离 现场又没有人管制 甚至还有人开车跟磕车征道 显向缓程 空拍彰化新秘境 方怨湿地红树林海空步道 架高的木栈道上一点一点移动的都是游客 密密麻麻的集满海空步道 连旁边的采科便道也都是人 香肠人融就像绵延到天边 没有尽头 人一多当然问题也多 有人拿下口罩来拍照 这么多人当然也无法保持社交距离 彰化线第一条湿地天空步道 9月初正式开放 位在海陆交接的湿地也被称为海空步道 游客可以在架高的木栈道上 看夕阳赏蚵田风光 还有全台独有的海牛和丰富的湿地生态 秋节假日游客人数是一般日的五倍 磕车和牛车与人争道 来 让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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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场直击 外围交通也乱成一团 最令人气氛的室友游客 直接开车下采科便道 之前也有次小客车与科车会车发生意外 前两天都把车子开下去 现在有三个路口 其实真的也没看到 县政府有很大的积极的做防疫的动作 由于步道跟采科便道 隶属不同单位管辖 附近民众想要有人来带动观光 却也希望有人出面管管秩序 减少乱象 季节在欧帽 终合报道